华妃师爷八年情段 没有背叛更像家人 华妃娘娘 师爷她 她劈腿了 娘娘不要生气 当心身子 娘娘我没劈腿啊 贱人 哎呦开玩笑的 华妃娘娘跟师爷分手 是很peace的 华妃奖心 竟在微博承认 很交往八年 小一岁男友 师爷爷祖姓 我们只是很平静地 变换了关系 朋友 才是我们更好的选择 流传言分手原因 是师爷劈腿 因为师爷现在 被师爷无期隆牵下 契约多了 桃花忘了 啊嘞就劈腿了 华妃勇容大度地说 请不要断章 去依依侮辱我心中 那个单纯善良的男孩 对叛绝对不会发生 在我们身上 我们的关系更像亲人 爱是注定 情是精英 只是失去了力量 可能彼此太忙 相处时间少了 感情就淡了 感断起似 心又乱 前头和万许 仍旧缠 亲爱 亲爱 他们2007年交往 却到2013年光棍节 才公开认爱 谁先追着谁啊 我 很久了 我们也是十年了 过才四个月前的光棍节 两人还割发一半 亲手照放闪 今年一月 十夜微博很微妙哦 一空灯下的鸡鸟 在彷徨 在寻找 似乎是分手时间点 要是名领 情敌了得 华妃也被这吹 销声吸引 传出一番十三爷 圆红交往 单遭圆红基金人否认 哦 乱爆料者要是被华妃抓到 肯定很惨啊 听过一段来 那就上帐篷吧 八道